這裡是正常聽音樂的HitFan 我是舞茶DJ So What 今天邀請到了天王級的人物 周董周杰倫來到HitFan 周董 謝謝謝謝 不要不要叫天王 蛤? 不是天王 是周董 是今天這個是超人的裝扮 喔超人 是是是我看到有個Superman 對本身比較幼稚一點 所以都會穿這些服裝出門 有啦比超人還帥我覺得 其實這個周杰倫這一次 本來是說一年發一張 這一次也讓歌迷等了大概有 半年多一點時間 對沒錯 怎麼會就是給他拖了一點時間 讓歌迷等了一下的 去年其實應該要發了 但是因為去拍了電影 然後又電視劇 那我覺得應該要做點別的事情試試看這樣 所以我想說往戲劇方面挑戰一下這樣 在去年 所以就是delay這樣 那其實你在這個自導自演MV啦 電影電視劇唱歌辦演唱會 其實感覺都已經樣樣做到了 什麼東西是還沒有做到 然後也是你計畫之中 會想要去做的事情 呃 其實在計畫內的我都做了 我自己去很好 那不在計畫內 有時候其實不是你自己去找 是別人找上門這樣 就別人找你拍戲 那明年可能才會比較多 戲劇方面的表現嘛 對那那這次的計畫還是在演唱會 結束了就鬆一口氣 哇就是下個月了 沒錯沒錯 不過其實因為我們的節目 剛好高雄也可以聽得到 當然就要幫著高雄的聽眾報一下區啊 就說怎麼會這一次沒有在南部辦了 結果後來追加也是在台北 不會不會不會 南部是一定會去的 只是現在在選日期 對對對 所以還是南部的聽眾還是有機會的啦 對會去 所以如果這麼期待的話呢 這個六月十一六月十三 如果你有買到票的話呢 就是可以到小巨蛋看到這個超時代的演唱會 沒錯沒錯 沒有錯 那其實呢我也發現 在這個這十年當中 你看這十年很久喔 然後我們每一個介紹歌曲的DJ啊 都會說哇這是八零年代最經典的歌曲 九零年代最經典 等到我們這個過了十年二十年 我們會說兩千年代這個最受歡迎的 最受影響的的國語樂壇 就是周董周杰的 那我是覺得說你有創作了這麼多的歌曲 不但不但是自己你唱的歌 還有寫給別人的歌 對 十年裡面創作這麼多歌曲 總會有一個時候是你碰到一個瓶頸 或者是創作不出來的時候 對 那是怎麼解決啊 平常其實寫不出歌來 其實有時候是 比如說我硬要寫 比如說這次想要寫一個 什麼感覺的東西 就是覺得想不到好的旋律 可能只有一兩天這樣 那隔天 那種是 我不會說一直逼自己寫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 音樂人喔 不要把自己封閉在 比如說 一定是 必須得在錄音間寫歌 或是一定是在 家裡有鋼琴或有樂器 隨時隨地在寫歌 其實我是 我現在已經變 調式變成是這樣 隨時隨地在想旋律了這樣 把好聽的旋律收集起來 所以感覺像隨時隨地都在工作耶 沒有休息的時間 跟喘息的空間 我其實把這個當作是 一種娛樂啦 興趣 就不會覺得太累 對 那這麼多人邀歌的話 你看那個時候 很多人邀歌的情況下 不是可能一兩天就要趕出來 有這樣的情形 最近有這樣的情形 最近有這樣的情形 那我覺得 欸既然 如果說我要發片了 那如果說 大家如果都可以聽到我的歌 也蠻不錯的 就是 我發片了 我自己有唱 然後別的歌手 也是我的歌 這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 欸好啊 那我覺得 我先幫你們寫 寫好了 然後寫完之後才寫我自己 喔 所以會以別人為優先 邀歌的朋友寫什麼 對 因為他們有些很急 可能 就剩下我的歌還沒寫好 這樣 那我自己當然也是要寫七八首之後 才去幫別人寫 對 不然怕歌迷會擔心說 你唱片怎麼 怎麼又還沒有出了 跟人家講好五月要出的 對 你在寫歌的時候 大部分聽到的會有 一聽就是有一個 哇 周董的感覺 你會為了要配合那個歌手 他希望唱 他也是希望你寫的 但是希望有什麼樣子的曲風 會有這樣特別要求 或者是 嗯 你會接受這樣子的要求嗎 嗯 其實他們沒有給我太大的方向 就是讓我自己去感覺 就是 欸我會問他你想要快快慢歌 嗯 OK 好慢歌 那我就寫這個給你 我會 我會 當然會去依照 他的音域 寬不寬 然後他的感覺 適不適合 那我以前寫歌其實不會去量身定桌 就是 好我現在寫 OK 喜不喜歡 不管拿去 哇 所以是一個很隨性的 對 那個東西就是真的很發自己內心的 對 以前會覺得比較不配合別人 以前可能比較 就是 主觀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好聽 OK啊你就拿來唱啊 以前曾經很久以前 就好像 我好像是寫忍者還是雙截棍 那時候是想說給阿妹唱的 是 完全不適合對不對 對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欸很好玩啊 唱一下吧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四年前 四年前 就是他公司沒用 對很好笑 那我覺得我現在會去 欸 你適合這個 你唱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他也加分 你知道嗎 對啊 那其實我有聽過那個 周董這麼多的歌曲發現啊 其實我覺得有點小遺憾 因為可能也是因為 你知道DJ聽了很多歌 最近我迷上的歌是 比較偏house一些舞曲 對 然後就突然想到說 因為前一陣子我很喜歡R&B的東西 就發現 哎呦周杰倫歌一直可以一直不斷的滿足我這樣 對對對 可是那發現舞曲好像自己也沒有在唱 你說搖滾也有唱到了 對 其實那種電子的 呃 電子感的搖滾 我覺得 新專輯你剛剛說的這些舞曲喔 嗯 呃 我覺得有一首你可能可以聽一下 嗯哼 對 裡面寫了一個這個 嘻哈的空姐 哦 就是會讓你的時候在飛機上的一種幻想 然後很迷幻的感覺 這是我從來沒有嘗試的 曲風啦 哇 所以我覺得這個OK 這個應該可以滿足 真的 對 瘦華喜歡迷幻的那個店 剛好前一陣子的瘦華有在播 是啊 真的真的 6月11號13號 在下個月我們就可以看到 周董在台北小巨蛋舉辦的超時代演唱會 這次也是非常多人 非常受就是 矚目的一個演唱會 很多人都早就已經把票瞬間秒殺完了 然後6月13號加場也順利的全部都賣完 這樣壓力我也非常的大 對 所以其實我也有點好奇就是說 周董就覺得現在已經 這個十年走下來 感覺就是可以隨時的呼風喚雨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就是其實 培養 也是要培養新的人才啊 就是比如說我們公司現在有浪花兄弟嘛 嗯 沒錯 我覺得如果你們可以很成功很好 我自己不用這麼累 我可以把我喜歡的音樂 我寫歌你們去唱這樣 就是 不見得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的 可能到了這個年紀又開始會覺得 可能沒有這麼衝了你知道嗎 以前都會 哇什麼熱情衝 自己來這樣自己衝 但現在當然會覺得有點累啦 但是至少我現在都還只有 我現在這個熱血程度呢 還在 還在確定還在 對對確定還在 所以才會開演唱會 有預計要再走多少個十年嗎 嗯 當然希望可以唱到 不能唱為止這樣 對 所以其實今天非常感謝周董來到現場 因為今天SOA也非常開心 其實從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就很喜歡 然後剛剛問的問題也都是 SOA特別就是 準備了一陣子想要問 但是你知道 對對對 尤其是剛剛那個House 也是因為你知道 可以考慮一下啦 嗯 酷喔酷喔酷喔 像不像 像嗎 有耶我突然想饒舌了我 真的嗎 開玩笑的 今天謝謝周董周杰倫 謝謝 所有的那個支持周董周杰倫的朋友 不要忘記六月十一到十三號 超時代演唱會 就在台北小巨蛋 在台北小巨蛋 在台北小巨蛋 很小子